掌声欢迎第一位小不点 《闪亮》登场 大家好 火龙姐姐 丽泡泡 你俩好啊 你好 虽然是一位小朋友 但是总有人让人产生一种 特别要尊重的感觉 德高望重啊 德高望重的这种感觉 来 这位老人家 先向大家自我介绍吧 来 大家好 系李老山 舍泰君 一百人七岁 西外我妈叫我刘亦辰 今年才七岁 出来乍到 请大家给我多多捧场啊 信息量还是很大的啊 首先说了角色是一百零七岁高龄的谁啊 舍泰君对吧 舍泰君 但其实呢本名叫刘亦辰 才七岁对吗 对 我学习两年了 我专门演老大 我会演各种各样的老太太 在今年我获得了河南省信息小梅花的金奖 十个金奖里只有两个是唱老蛋的 其中就有我一个 哦 哎呀 小梅花金奖啊 真了不起 对 那你现场能不能考考你 你给大家展示几种不同风格的哈 那我就给你们演舍泰君出征时候说的几句词 好的 词是这样的 百岁人点燃马世事出征 三关上扫烟沉冲定太平 百岁人点燃马世事出征 三关上扫烟沉冲定太平 太棒了啊 这样 我就给他出点男的好不好 什么男的 你来个哭戏好不好 包叔叔 你上来离我近点 你看得更清楚 哭得出来 哭得出来 就看我近距离观察怎么样了 来 欢迎包叔上场 这 这 这 儿啊 你 你 你怎么两位鸟屋 你也不让两碗 刚才我没听错吧 他刚才一上来就管我叫什么 叫什么 儿啊 可是咱这个小不点大能带 咱们改了是不是啊 咱们改成小不点挖踏坑了这是啊 我知道了 来 那个这样 那个泡泡你离我近点 我也给你演一个 你给我演一个 来 我给你演一个 你离我近点 看清楚 我先给你唱句歌 我不伤不伤 我不伤你的当 是这意思吗 不是啊 卢奈呢 我这可是上来 我就给他吹一个皮 这怎么能欺负人呢这个 对 谁 谁要包叔 上来就想难为我们呢 是不是啊 对 卢奈呢 他们欺负人啊 你不委屈 给老泰君当儿子光荣 不是啊 你说这 是娘也 所以提醒各位帮帮团成员 谨慎发问 对 出局一定要慎重 想好了再问 好 那这样 老泰君 刚才经过几轮的考核之后呢 我觉得对您的这个表演能力 大家都非常认可 接下来能不能给我们正式地 来上那么一段 不行啊 我的重孙子还没来呢 泡泡啊 你可别看我 您自己想办法 我想你老泰君这样的这个实力 和这个地位一定早有准备 是不是 是的 小曼堂 快出来吧 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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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绣条也带过来了 咱们的表演 开始吧 冰刀 好了 好 好 拍摊 你看人 cm really ares 尼哥 有个新家招呼啊 卖面穿风 年少人还得是那种年纪 年老人我喜的是啊 一门中争 老神我竟然忘了一门的七岁 夜哭花我这儿哭 遥哭酸我这褪哭 小落叶放我是个成熟星啊 小落叶放我是个成熟星啊 太可爱了啊 好可以了收 收 造型结束 小朋友你是谁啊 我是成熟自小满堂 他是我的弟弟刘子诚 今年五岁专门给我搭戏的 专门给您配戏的 是的 亲弟弟是吗 是的 你给姐姐配戏是吧 你喜欢给姐姐配戏吗 我不喜欢 太累了总是站不住 不喜欢啊 孩子说出了实话 他是我的二哈弟弟 整天不是在家的沙发上站着 就是在桌子上站着 最没有安静的时候 总是把我起的火猫三招 还给弟弟起外号 二哈弟弟 二哈弟弟 那平时你都怎么具体训练他呢 训练他就是让他顶着书站 顶着书站 对 还真的是有图有真相啊 我们从弟弟的这个表情当中啊 很难看出他这戏曲的热爱了 对 我觉得你的那个训练方式 有可能有点枯燥了啊 咱现场呢有一位 曾经的兵哥哥 而且是特战队员 特别的厉害 能不能今天请他来帮助你 训练训练我们的小弟弟 可以吗 肯定可以 嗯 张心动哥哥 咱们看看他以前 那个厉害的照片好不好 好 好 哎呦 哪个是心动 不是 C位的那个 C位 哎呦 哎呦 牵手 怎么回事 可以啊 哎呦 这几张照片啊 已经把我们这小弟弟给震住了 对 赶快有请我们的冰哥哥啊 心动哥哥上场 有请 你俩先握握手 先交流一下啊 这个缓解一下这种陌生的感觉 刚刚看到你那个 你姐姐在这表演 看你站的就是一直在抖 就给你简单地交理一下好吧 我们来面朝前方 对 来 脚筋 来 脚筋并笼 脚筋并笼 对 朝前 朝摄像机前面 对 对 肚夹紧 抬头挺胸 挺胸 对 伤水并笼 夹紧 站住啊 10秒钟 10 9 7 6 5 4 3 2 1 向左转 左是哪边 他这个是按镜面 好 充分考虑到了观众朋友们的视角 那是像 镜像的 对 向右转 非常棒 向左转 少气 哪个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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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喊个口号好不好 好 来 我们看一下镜头 1 1 2 3 好男儿 好男儿 有血不游泳 有血不游泳 谢谢 好 怎么样 谢谢心动哥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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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觉得刚才经过心动哥哥的这个培训啊 弟弟有没有一些进步呢 今天表现已经很好了 只有他给我搭戏 我才能演得这么好 所以容易有我一半 也有我弟弟的一半 看得出来弟弟呢今天非常的努力 我想问问弟弟 那接下来会不会表现得更好一点呢 那好男儿 有小不溜泳 好 那咱们就保持好这种气势 接下来我们就进行那个特别重要的表演环节了 好不好 好 我们的口号就是 小不打大脑脑 好 来 又好似乔巴虎 猫荣 看起来有家教的威风不见 终于将 猫荣 终于将生我那百万小饼 大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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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觉这个弟弟 经过军训之后 感觉到脚下有根的这种感觉 还是很有效果的 刘老师 姐姐带着弟弟唱戏 这才好了 首先弟弟佩服姐姐了 而且姐姐不是管弟弟 而是跟你一起做事 你看你既然在戏台上 你就得有战有战样 坐有坐样 就把那个淘气的弟弟呢 就归属起来了 有了规则 俩人就一起成长了 虽然以老大为主 老二跟着姐姐 或者跟着哥哥成长 这样的关系就处理得特别好 所以我觉得二胎的爸爸妈妈 要从中受益 这样培养孩子最好了 我学到了 我们家闺女也叫逸晨 她的弟弟也比她小两岁 今天回去就准备 带着她们一起唱戏 好的 刘逸晨和弟弟让我们做好准备 马上就进入小小乳班 非常心机实刻 妈妈常告诉我 兄弟如同手足 我也想告诉长大后的自己 每次弟弟调皮的时候 你都要想想他跟你努力大戏的样子 想想他念着你 教你姐姐的样子 希望你和弟弟永远相亲相爱 因为它是爸爸妈妈 送给你最好的礼物 以上就是我的非常心悉语 送给未来的自己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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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